大家好,我是VeroFG的朋友 今天我Ivan 奉Burger之名 麗刀十方操 我們今天來到中上環的地方 看看Grant的門後 有什麼高手來和我們一起操操 弟弟 很重要 哇,Coach Ken你好 我們今天要請Coach Ken 跟我們做個Challeng的介紹一下 各位高相你好,很久不見了 Ken,歡迎 好,你好,各位我叫Ken 之前很榮幸在QFGYM的頻道上來兩次 今次是第三次 第一次主要訪問我 拿了2015年全場總冠軍之後的系列 第二次上來就是教Tempo 跟我的好朋友Sam和Sophia講解 大家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看之前兩條QFGYM的影片 當然知道了 Ken Hong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已經在看QFGYM的影片 是教操練 今天有機會和Ken Hong一起操練 絕對是我的榮幸 我問Coach Ken 這間村是否叫做Fartfit 沒錯 沒錯 我看到門後設計很特別 這個金庫的感覺 你還有甚麼合適 其實為何選擇QFG的名字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拿到自己心目中的身形 在這個金庫中 他們有一些東西很容易拿到 只要你找到一個適合鑰匙 適合的方法 自然你就拿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名字 做我們公司的名字 明白 那我們今天會做些甚麼聰明呢 今天做我們這個通常 男性最喜歡做的動作 今天做推的動作 推是包括什麼呢 我主要做chess 通過為主 脖頭小次要 總共有六個目標 總共有六個目標 總共有24隻 明白 那我們今天會用甚麼動作 大重量 我們聽到的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可能不留意我的IG 或者留意我一向的訓練方法 其實我給小組重量 希望拿到一個完全的動作 即是一個full to motion 所以今天都會做這個名主 還有我會和大家試一些機器 是我本人看過一些率先名的劇 是一個意大利的牌子 叫Pernato 為何我會選這個牌子 因為它設計人比六個 還有它真的是一班 Money Villa設計出來的機器 我想和大家 和你試一試 體驗一下這些機器的感覺 沒錯 但我還有一些問題 不是啊 撞到了 總共有六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就是用Pernato 那部機器 代替傳統的Cable Crossover 做了夾跑空 第二個動作 針對需要 就是上空為主 我們用牙鈴做上空推舉 接著會轉做 Atlantic 那部機器 就是做上空 那個上空 我們會主要做外邊 那個扶手 可以幫到一些 轉完上空之後 我們會轉 因為主要是空為主 肩膀次要 我們也有一個肩膀的Super Set 就用Machine推薄 加上Machine的Cable File 接著可以說是埋齋 做一個Wide Chest Pass 這六個動作 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 好 那我們今天做大廠 我們現在訓練 那Col Chet 可以分享我們 是否有什麼步驟 是 剛才做空 又創作的方法 一定要做熱身 一組的IG 很不幸的 二十三歲 就完全通報 絕點了 我們真的不想發生 我們想變假 就是要去留宿 上廠 我們先做一個動作 同一時間 可以整醒他 同一時間開到一個空 OK 剛才你睡的時候 好 你的肩膀可以醒了 很多時候 可能在辦公室 坐太久 或者長條包住了 或者通過 也有一個人 做一個動作 可以整醒他 即使我們做 推空動作的時候 頂空層肩 會更加容易 達到他的動作 不會有空度 自己做 頂空層肩動作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個 二十三動作 我覺得 挺好的 不過可能我當時做的時候 太重了 我這樣拿起的時候 太多很多肩斜 用力太多 輕一點 應該會做得好一點 我們第一次做 頂空 對 很爽 這個好像沒有太多肩膀 這個 可以做的 傳統 我們就用鍵盤來做 左扯右扯 對 對 這個輕鬆 不用太慢 哦 搖調它 對的高度 對著拍頭畫 就來了 明白 我們做多少設計 多少設計 這個我們做四設計 OK 第一設計十五設計 慢慢加重 是想把胸部完全伸展 完全沖了血 完全有個 讓身體有個訊號 是完全準備好 去做這個胸部的動作 原因是兩個 避免受傷 還有 整整個胸部肌肉 先 感覺如何 好 好厲害 還有好舒服 Panatta那部肌 那個 Tressify和Fay 兩個都是一流 我最初原來 它的手柄是fixed 只可以調高低 原來它可以動 或者一埋位 埋牙 我已經可以調到最舒服的 我自己的角度 Panatta去 全部都是chess 接著 倒轉Fly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按下Scapital 飛出去 全部都是中薄 很舒服 會沒有力氣的人 是一個 我真的想你感受肌肉 手足 這樣嗎 好力氣 哈哈 就是插到太大了 哈哈 我和你插到太大了 怎麼不力氣 先不要力氣 大哥 第一個動作已經插到太大了 待會我真的不知道 待會可以捱 老老實實 Burger是否會接力 用力氣下去修的 對 你完全感覺不到任何tricep 只是肩膀 其實這個肌肉很好 為何這樣做 因為第三組 我們做了更多力 以及二組兩組 我們其實可以用盡力 在第三組的時候放在 第四組的時候 反而可以輕輕一點 如果做好第三組 第四組的時候 可能總數的重量會少了 所以第三組 我們會做一個top set 雅琳的上空推舉 就是用雅琳做的 為何會做上空呢 主要是因為 我想增強三角形的感覺 就做上空多一點 聚一點 做三角形的感覺 所以做雅琳多一點 除了雅琳的原因 因為穩定性需求多一點 我們便會先做 先做好 我現在是有全場的主要為介助 因為他們有聯繫 用空氣打敗 如果用空氣擠去收買 空氣的雅琳 都會用手和Ivan去做 然後會用空氣多次 Ivan非常好 背脂很厚 所以不想像黑的 令腰都可以做上空 如果有些人背脂的感覺 他會用膿的整身體 就是把握住了 會變得不少的時候 會變得不平衡 所以做得好 好 現在準備一條第二組 儘量轉到頭部 為什麼要熱身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要做呢 看來慢慢下 連收縮 完全伸展的時候 去什麼地方 之後我們下一組玩得最重的時候 如果身體有一個預備的平衡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不是一重 又有心腹危險 如果我發覺 我從頭已經可以昆虫的空間 因為我最初做了健身 就還未去到 準確地計算到它的重量 如果我第三組還有一些重量 可以加上我第二組 會不會再做這個計劃 還是不可以 絕對可以 因為第三組的時候 這個重量 是做到15以上的 絕對第四組才會有計劃 是 OK 35 25星可以嗎 38 大哥 第一個動作我已經做到 就是死 那麼重 我打算第二個 報勢數 我頭一頭 你叫我頭一頭推很輕 然後 正路我應該可以推到 可能27.5 然後我又 pussy了 我打算拿個25 誰知道腳推30 就是了 我看到還有兩下 還有兩下 沒有兩下 沒有兩下 不是對任何事情 科學健身絕對是對的 我現在很多計算的 剛剛都說了是用多少% 其實科學健身影響我 但我發現科學健身有少少 可以進步多少少 是忽略了我們人的鬥心 那個意志力 最重就是60 我想看看力量 我待會會知道 OK 都是在2019年的時候 在美國拉斯尼加斯 有間叫做Lift Factory 舉重工廠 不知有沒有Lift Factory 那裏很恐怖 100公斤壓力 我走過去嘗試抽一抽 重招100公斤220磅 我想香港很多人都做不到這個PR 做Deadlift的話 我自己試了幾重呢 就試了80公斤 有人幫我放到大腿 我做平空的 我推過 做到可能比賽完 在環境腎上線好 就做了八下的 80公斤八下 應該有一段時間 練十多年才可以推60 大佬在下面 拼上去都已經拼到 快死了 還叫我推60 沒可能 快死了 我們今天用Atlantic 的原因 就是它有兩組扶手 我們要做平的扶手 去整闊少少空部外邊 所以今天我們會做胸部外邊的肌肉 我發覺這東西很特別 我都知道是有兩個手機器 是呀 你有四個手做的 還不久 只會弄斜了 但是很重 雖然你扭開 但你也需要做軟的 如果只是扭開的話 你會做軟的 所以雖然扭開 手掌沉開一點 它衝進前 等於你的胸部 如果就在胸部外邊 放開 一領這胸部外邊 就出來 一領就保護了 所以你教授胸 手掌押開 只要你領手掌 那授胸都會安全 它的關節都安全 不會扯起來 OK OK 今天亦會有肩膀的動作 為什麽呢 無論你怎樣磅來胸部也好 你怎樣集中胸部也好 你一定會用到肩膀的 所以我平時日常訓練 胸部是會扭少少肩膀的動作 做一份全面少少的 尤其是我想集中上胸 肩膀一定會參與 反正參與了 不如做它 那我們就有兩個肩膀動作 肩膀兩個推 做一個Super Set Cable Fly 我一開始以為是Tempo在控制 我很害怕 我完全不適應Tempo 幸好是Super Set 一直去的 都OK 你所有喜歡的見美明星 世界一級見美教練 有沒有人在圖中會跟你說 4 2 1 0 這樣去數 沒有人會做這些 其實Tempo訓練有沒有用 絕對有用 當然是一個新手 去到中階段 這是一個非常之好方法 當我跟你說 推胸下慢一點 還是慢一點 4秒下很清晰 上快點上快點 怎麽為之上快點 1秒上很清晰 醒到頂峰的時候 鞠多久啊 爆血卷嗎 2秒很清晰 但這些是給一些新手 或者是中階段人士 未清楚肌肉的感應的時候 未清楚肌肉那4個活動情況的時候 一個很好的指引 有嗎 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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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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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著這個肌肉上去 對 拐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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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拐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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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也是靠一同鍋 炸直位的臉好 ilst screams 拐高一點 他的角度最好 那個位置也是上次 這個呢 對 .... 具合他的肩膀 也不是肩膀 嗯 要是像你左上向那邊 拉上到 快點 最後上 ele 轉入雙jam 出手 areas 運動 你肩膀的 跟 agreed 其實肩膀如何完全收縮呢 是不是向後完全收縮呢 外向後效 foi完全收縮呢 或是 brought到中間才能收縮呢 這個意大利公司已經回答了我們 手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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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薄和飛薄的Super Set 推完已經 我前面已經幾乎死了 還要做個Super Set 然後呢 用回同一部機 那個感覺又完全不同 一個是飛下來 一個是向上飛的 我有一點點不是很適應的 然後 因為我做習慣 我很習慣Dumbbell 或者做Up Wide Roll 然後後來 可以習慣一點點 才能中到那個 執薄 還有大哥 真是力氣 做到死了 沒有力氣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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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做完之後 真是最後一個動作 今天就是做了少少的Wide Trash Pass 整個胸部方一點點 今天令到所有 面對到比賽 尤其是這一節 從完全去訓練到的 就做完最後一節 就做Wide Trash Pass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時間推的時候 把手會留到中間 所以你也要中空 OK 哦 由外面推到內 是的 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打開下空 去到過頭位 推的時候 收縮到空 所以 因為那個原因 現在最後讓你玩得好玩一點點 是 開心一點點 OK 我本身操練都已經操練了這麼久 都是直來直往 習慣了門本地 那些開心的事 都是不要 真的不要 其實大家經常想 很多不同的教練 不同方法 這是一個新的 即不是新的 我自己在YouTube長層 第一次介紹的方法 就是叫做 Rest Force 做完頭 做完頭的Tripping Map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都是針對ATP 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就可能 我可以 由我自己做一些ATP的文章給大家看 或者自己可以上網說一下ATP的原因 OK 這個當然是針對ATP的訓練 令到 回復不到的時候 再做 回復後再做 從軟到肌肉變大 OK 好嗎 好 這個Rest Force Training 是怎樣做呢 因為 我會做 大約五下 五下 做完之後 治療分泌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到 我們第一組試一下 做完五下之後 休息十秒 休息十秒 再做五下 休息十秒 再做五下 四十分之一做 好 1 2 3 2 3 2 1 2 3 2 2 1 3 2 2 2 3 2 2 2 1 2 2 1 1 2 2 2 3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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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了一番話,他和我過了一剎,大家都含著眼淚碰一下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訪問,是說Mr. Coleman,人家問他,或者人家笑他 說他付出這麼多,最終現在是坐輪椅,人家問他有沒有後悔 他跟人家說後悔是當初做八百磅心中的時候,是做兩下,不是做四下 我見到他的時候,我跟他講同一件事,可能人家覺得你是很蠢,做了一些事 令自己永久傷害,但我跟他說,我之所以今天在跟你說一聲多謝,是你改變了我的人生 跟他講的時候,可能男人之間說這些事,他可能真的第一個跟他說那些事 第一個不是笑他蠢的事,有個人從香港飛去跟他說這番多謝的話 我們大家都是好像我現在這樣,一腔眼淚,大家點了點頭 是我幾深刻的經歷來的,回來香港之後,我參加了幾次 Pol Qualifier的比賽 2019年,我參加了韓國的Monster Gym 我參加了上海的GoPro Classic,玩了三次比賽 不幸,未能夠拿到職業卡 去年,我在香港的GoPro Classic也都參加了比賽 我問,拿到吸引的冠軍,全場總冠軍可以說是七身而過 那你問,會不會停下來,夠不玩呢?我回答你,不會 我什麼時候會停下來,什麼時候會不玩呢? 直到一天,我發現到我收身的時候,我拿不回之前的狀態 我就跟自己說,是時候停下來 一天,我保持到狀態,一天我還在進步的話 我會撇開那個年齡,我會繼續去玩 因為,劍尾就是我的一切 Overall整個訓練過程,嘩,很累 只是一組topster而已 不過,不適應那個動作 還有,有machine真的差很遠 完全是,你可以take out你所有要想的東西 你要control,只是直來直往 你控制肌肉contract,收縮,拉長用力 就中了,那個isolation,超級高 跟著那個,stimulus 和 fatigue 的 ratio 是很棒,全部用完 上胸,真的沒有什麼 shoulder 跟著再砌八個 shoulder 是一個很完整的 training 非常之開心,可以盛蒙Coach跟癡膠 總括來說,是不是真的一個字正? 正,很正 過兩天就操背 重禮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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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